中国信托银行引领数位金融创新 落实普惠金融 打造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且最有温度的服务 We are family 从财经大小事聊到省钱小秘诀 一起打造属于你的理财金字塔 欢迎收听不管哪给我钱 大家好我是海青 我是乔妮 相信大家一定都想要变得超级有钱 但是你真的知道自己每天在过的生活 到底对你的未来有没有帮助吗 还是其实你都只是一直在做白日梦 可是没有真的实际去行动呢 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也好 真的是灵魂拷问 因为我想到我们过去的不少集数 都有聊到关于富人的想法 富人的投资方法 穷人的想法 穷人的思维模式 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关于储蓄 存钱的方法 投资股票 投资ETF等等的 最终的目的 其实都希望帮助大家变得更有钱 我们自己也希望变成有钱人 实现财富自由 那如果听众还没有看过的话 当然是可以到前面 集数去听去复习 那今天我们想要更深入的去聊一下这个话题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次聊天的时候 就听到海情的烦恼 人生烦恼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会顺便上升到 人生意义的层次 来了解一下海情遇到的困境 对我们今天就比较不肤浅 不了钱 不了想法 我觉得其实真的人的想法 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改变 就是每一个阶段的想法都会变得不一样 你现在刚出社会 已经觉得钱不重要了吗 没有不重要 可是我觉得我会换一个思考模式 就是有时候会想要很有钱 就是对那个赚钱很有憧憬 可是有时候又会觉得很累 就是会觉得 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还是我其实只是想要及时行乐的生活 就是过得开心就好 那我就会开始在想 我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那我就会发现 其实我在看自己现在的生活 我就发现我有可能 大概80%的时间是痛苦的 然后20%的时间是开心的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就很痛苦 然后一下班就超开心 说到这个 刚刚你也提到两件事嘛 第一个是思考人生意义 那我先考虑比较直观的 就是80%痛苦 20%开心来说好了 像我自己也是普通的上班族 多数的上班族应该都跟我一样 一个礼拜要上5天的班 就很烦 一个礼拜七天 那可能有5天是觉得痛苦 可能礼拜五快要下班前 会稍微开心一点 可是你这个80%又更严重 你知道七天乘于80% 所以你大概有超过5天半的时间 是痛苦的 没有啦就七天 然后5天痛苦2天开心这样 然后那个接近80% 那你跟一般的上班族 就是蛮类似的 那另外一件事啊 就是你说你开始在思考 人生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你追求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还在烦恼 对因为我觉得 现在真的踏入社会的时候 就不像小时候那么天真了 就是真的觉得想要有钱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 已经有赚钱能力 就会开始去思考 真的是想要有钱这一回事吗 这件事真的确实蛮多人 也都一定到现在 像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可能已经三十几岁了 还是不知道 人生对我来说是什么 赚钱对我来说是什么 因为最直观的 我们会需要赚钱 就是因为 不能不上班 会没饭吃 会没有地方住 然后老了万一没有人照顾怎么办 所以我才要去上班 对而且我觉得 这个观念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蛮少人会去提到 我们都只是忙着在赚钱 然后我们没有真的去深思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个目标 到底是真的想要过得舒服开心就好 还是真的是想要 每天就是买东西都不用看那个价钱就很开心 说到买东西又不看价钱 你已经达到了 没有 这个还差很远 但因为我自己以前小时候 家境就比较平凡一点 买东西是必看价钱 一定要问妈妈可不可以吗 没有 我自己已经养成了很会看价钱的习惯 你知道去服饰店啊 我第一件事就是会 你会傻价 不会啊 我会看那个标价 看那个标签 然后我今天去吃那个卤味摊啊 一定会先看清楚 就是每个多少钱 我以前自己心里算过 这个夹在多少夹在多少 我今天预算是100块 那要怎么分配 也就是说我是价格先决 我一定要买一件衣服好了 我要1000块 那我就会去这个服饰店 我就会想 这1000块要怎么分配 在衣服在裤子上 跟我很像 所以我就会每一个都去翻 我会在价格上去挑到 就是符合这个价位带的 去挑我自己喜欢的 而不是挑喜欢的 再来看价格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有一天都不用看这些标价 就是我心中对财富自由的一个想象 那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临 但我想财富自由 这不管是我 或者是多数上班族 遥远的梦想 对当下来说 我们看的更多的肯定就是 你刚刚提过的 吃饭的问题 温饱的问题 住哪里的问题 也就是求生存 要有一个安全感 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创造财富啊 过着舒服的日子 那就是更远的一个层次了 对 因为我反观我现在依照我自己目前的规划啦 我好像真的也是跟你一样 就是也是跟大多数人一样 就是只是为了求生存跟保住安全感 但是其实这样子 我觉得我发现我也算是微躺平 就是我算是有在赚钱 可是我赚的还是不够多 不够我去卤味摊 可以点石盘小菜都不用看 加一个肉一百块 对 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跳出我自己的舒适圈 假设说就是我现在真的想要变得超有钱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 除了投资以外 我目前能做的就是可能还有创业嘛 但是因为我的本金不够大 如果我真的要很下情去做的话 我就必须要能够承担那个风险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小小借口 因为每个大老板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就是能变成这样的大老板嘛 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做下去了 才有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所以你现在会有个担心 就是你的微躺平 就是比较符合我们之前聊天的定义 你有一定的收入 但是也可以照顾好自己 只是不想要可能去争权夺利 一定要当上怎么样的主管 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才符合你自己 那所以我觉得你遇到了现在的一个困境 或者是迷茫的点 也就是不知道自己 会不会成功 会不会成功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我很常给自己借口 就像我说我要等存够钱才要开咖啡厅嘛 可是其实 钱永远都不会够 对真的钱永远都不会够 虽然还是一定要存钱啦 毕竟没有钱也真的开不了嘛 可是其实不用拖到这么晚 因为其实现在如果大家真的去查 有什么方法的话是可以去跟政府借钱 因为我也有上网做过功课 就是其实要青年贷款也没有 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容易啦 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个网友他分享 就是他跑了六间银行才成功 最后贷款到的金额 他其实也没有很多 大概只有一百万 一百万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比开一个店 像海青想要开咖啡厅嘛 如果今天我们在台北要开咖啡厅 第一个一定是选一个地方要租个房子 光租下去这个钱每个月 就不少钱 也许便宜的三五万 好一点的八万十万都有可能 而且你咖啡厅 除非你是要走一个老旧文青风 不然肯定是要重新装潢 那如果你开一个咖啡厅 如果你要请人啊 然后你要去找这个原物料啊 如果你要用好的材料啊 零零总总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创业过 马上就花完了 想象就觉得很可怕 但是稍微题外话 就是如果你是想要 青年贷款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也建议你们可以先有的 一些正确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营收跟获利 它不等同于陷阱 因为你还要扣掉你的成本嘛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用短期的资金 去支应你的长期用途 因为这其实也不是一个正确的选项 再来有三个口就 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快快卖 快快收 还有慢慢付 意思就是说 你要快点卖掉你的存货 避免变成呆货 就是卖不掉 就很浪费嘛 那快收慢付也是很重要 就是要解决你的现金周转危机 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最好要留有 三到六个月的预备周转金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海情的烦恼上 你刚才有说啊 你现在跟多数的上班族一样 赚钱最大的目的 就是满足安全感 满足普通的生活需要 有点害怕踏出创业这一步 你虽然知道自己想要创业 但现在有一些钱 却还不敢做 所以是不是有一种心态 是你怕自己的表现 可能不够好 创业了很可能会失败 又或者说现在的安全感 太舒适了 让你不敢走出去 对 我觉得这些都是 很大的一些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相对的 很有钱的人 他们都是非常对自己有自信 就是他们很相信 自己的价值啊 跟能力是足以创造财富的 就不像贫困的人 就是我们 没有说到真的很贫困啊 可是就是 没有像他们那么顶端的人 就是我们真的很需要仰赖 我们给自己的一种保证的感觉 有一种有钱人 好像不会给自己去设一个框架 他们不会只满足现在的收入 或者是他们真的很相信自己 他们知道自己就是 可以创造那个几千万营收啊 甚至更多的人 我觉得我就自己被自己困住 有钱人果然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创业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你又想要 海星大家都知道 你是想要变成有钱人的 那也许可以从一些不一样的职业下手 例如像是 如果是做业务 做行销 他们也是有基本的可能底薪做保障 但是他会跟着你的业绩 慢慢的 正成比的 对 就是你如果很努力的话 那你得到的每个月的回馈 也会比较高 那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讲的也很好 就是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 我觉得这句话 实际上也指出了大多数人 就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投入 成为富有的努力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毫无保留的像他们一样献出自己 毕竟想要成功啊 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以上班族来说好了 你现在可能一个礼拜工作 五天就觉得很痛苦 但如果你今天要创业 那付出的努力更是 24小时 对啊 你自己的咖啡厅 一天啊 你可能就是从早上 从备料开始到去开店 想菜单也要一直想 对 然后弄到晚上 你最后还要收店啊 打扫啊等等的 然后你的假日 一定就是生意最好的时候 过年过节 也可能是生意好的时候 你都要去开店 也就是365天 也许都全年无休 或者你想着说 这个月还要交房租 那我多开几天天 一定是CP值比较高的 听起来困难重重 另外一个就是 这当然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 而除了自己之外 你还有一些可能人际关系的交往 你有自己的朋友 你有自己的家人 可是开了店 创了一夜之后 你可能都要牺牲这些 因为你的时间都要花在工作上 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些 可能会有更高的回报 那也可能会失败 然后去做这个尝试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需要想很久的问题 就是不是当下就会觉得 就可以直接说 好我愿意承担 因为真的自己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不知道 多痛苦多艰难 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慢慢来 就是先审视自己现在的生活 就是如果你只跟你相似的人 接触的话 当然进步就会受到限制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个 还不错的小方法 就是可以先去寻找 就是任何一个条件 比你优秀都可以 可能就是比较外显的条件 可能就是她的月薪比你高 或是她的外表比你好 就是我的外表可能是只身形 就是她可能一直健身嘛 就是因为你可能每天就很懒惰 像我现在就很懒的健身 可是我一直有一个list 就是列在我的生活 练出腹肌 对 可是我一直没有去做 就是我需要突破的一个困境 然后我就觉得 可以去观察一下他们的长处 就是努力的跟他们学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讲的很好就是若你想跟老鹰同飞别语 鸭子一同遨游 就是如果我们平常追的一些IG网红啊 或者是YouTuber啊 他们都是走的比较奢靡拜金的风气 虽然看起来很光鲜亮丽 然后开着好车啊 吃着大餐 用着好包 但他可能给你的都是一些比较消费性上的事情 不是心灵上的富足 那如果我们看那些成功的创业人士 甚至是你的主管他很厉害 他有自己的专长 那也许你可以从他身上 学到一些人生或者是工作上的事情 对 总之我觉得要打破现有的同温层 就是一定要积极的去寻求机会 接触不同层次的人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成长 因为当我们过于安逸的时候 常常就会陷入一个热水中的青蛙的陷阱 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失去一个竞争力 然后错失掉很多重要的机会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讨论下来啊 你从一开始觉得自己八成的时间是痛苦的 但是又承认 这确实是你自己的舒适圈 到后来啊 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跟一些成功的人士学习 那有没有因为这样觉得心理的那个矛盾 或者就是不知道自己人生追求的是什么 有被化解 我觉得有 就是我自己有想到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还不错的方法 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没办法跳脱 我认为的舒适圈嘛 就是我还是不可能辞掉 目前最主要的那个工作 因为毕竟还是真的会没有钱 但是我就想说 我可以把我自己最终极的目标列出来 就是假设说我啦 我本身是想开咖啡厅 不是买房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目标细项去分裂 就是可能例如说 买房子可能假设说存到一千万 那我就可能列个 一年我至少存到五十万 那如果我一年有存到的话 可能就可以自己奖励一下 那一年你还可以再更细分嘛 可能就是每个月达成 存到多少钱啊 这样子去细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 因为如果大家就是也跟我现在一样 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够理想的话 就是一定要振作起来 就是不要被自己那个远大的目标吓到 就觉得自己真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达成 就是真的要很勇敢 然后很坚定的去制定这个计划 然后去付诸行动 除了设定目标这个心灵层面上告诉给自己一个暗示 那还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做法 没有这个不是心理层面 是真的你要去做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假设说存钱好了 你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最终要买房嘛 那你可能这一个月你就要规定自己 逼迫自己 对逼迫自己 可能最严格的方式就是你一拿到薪水 就真的是先把你可能三分之一的钱先抽出来 然后放到一个户头去定期定额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方法 当然就是你可以按照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嘛 每个人能够接受的限度也不一样 可能你今天要他不喝一杯拿铁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因为对我自己就是 我一天就会花 可能像我今天就有喝拿铁 我就花了可能80块买了 但是你要我每天都不喝 我真的做不到 我可能就可以先让我自己从7天变成只能喝3天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还不错的 慢慢进步的空间 跨出一个舒适圈 对或者是像我自己现在也有多学不同的技能 不打坏现有的平衡去创造更多新增的这个技能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留言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